你看过哪些周星驰搞笑电影? 在中国无厘头是和周星驰画等号的,周星驰的电影更是一代人成长的记忆,你觉得周星驰经典电影是哪部? 细说小便为大家盘点了十大周星驰搞笑电影,包括《大话西游之大声曲亲》,《大话西游之月光宝和喜剧之王唐伯虎点秋香》,《九品之末光国产007》等,这些周星驰的经典电影中你最爱哪一个? 周星驰十大搞笑电影《一大话西游之大声曲亲》,《大话西游之大声曲亲》是周星驰采星电影公司,1994年制作和出品的一部,经典的无厘头搞笑爱情片,改编依据是吴承恩所撰写的神怪小说《西游记》,该片是《大话西游》系列的第二部由刘正伟导演,继安编剧,周星驰制作周星驰朱音莫文卫,蔡绍芬、陆树铭、吴梦达等人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至尊宝为了救白晶晶而而为, 穿越回到午,百年前,遇见紫霞仙子之后发生一段感情并最终成长为孙物,空的故事,该片于1995年2月4日在香港首映,《二大话西游之月光宝和》,《大话西游之月光宝和》是周星驰采星电影公司,1994年制作和出品的一部,经典的无厘头搞笑片,改编依据是吴承恩所撰写的神怪小说《西游记》, 该片是《大话西游》系列的第一部由刘正伟导演、济安编剧,周星驰制作周星驰莫文卫、吴梦达、兰杰英等人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前去西天取经之前的,孙悟空因要杀唐僧被观音菩萨, 惩罚转世为至尊宝而后意见白骨精蜘蛛精的传奇故,是,该片于1995年1月22日在香港首映,并入为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周星驰凭借该片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男主角奖,三喜剧之王喜剧之王,是新辉海外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由李丽驰周星驰指导周星驰莫文威张柏芝等主演,该片于1999年, 2月13日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对喜剧情有独钟的,影天愁与舞女柳飘飘逐渐产生感情,之后在杜娟儿的帮助下影天愁终于获得机会演主角,但又陷入于柳飘飘杜娟儿的三角恋漩涡之中,此片是张柏芝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并且正式奠定了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地位,且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四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点秋香, 是永胜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由周星驰李力驰指导周星驰巩丽郑佩佩等主演,影片讲述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对华,太师府上的妖幻秋香一见钟情,在船夫的帮助下他施展计谋昏进了华府,经过一番曲折,唐伯虎终于与秋香拜堂成婚,影片于1993年7月1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并以4017万港元的票房成为,1993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的唐伯虎点秋香,是周星驰古装喜剧片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延续了他的无厘头搞笑风格,五九品芝麻关,九品芝麻关之白面包青天是一部由王晶指导,徐锦江,张敏,吴梦达,周星驰于1994年联合主演的喜剧电影, 影片延续了周星驰一贯的搞笑风格,描述了水蛇提督之子常威垂涎其小脸美色,将其暴力坚硬失败后杀其夫家十三口,以及引发的一戏,烈事情,后补县令包龙兴比较贪但为人还算正直,七情是嫁给一位富商做妻子但受到显贵之子常威的,调戏,七情是不从常威起了杀机,将张一家上下全部杀害,还嫁祸给七情是,包龙兴发现其中蹊跷但也被方唐靖等人诬陷而讨奔, 他像,他们在静静告状的途中,用完了身上的银子星不得不在机缘打杂,六国产007,国产007是一部由周星驰、李立驰指导,周星驰、袁咏、罗嘉英等主演,于1994年上映的香港喜剧电影,影片对美国谍战影片007系列进行恶搞创作,讲述了后被国家特工007赶赴香港,进行从黑帮头目金枪人的手里夺回暴龙头骨的任务,最终又行动改化了原本与之对抗的 金枪人手下尼特,物理相勤,成功完成任务的故事,007周星驰是是国家后备特工,因长期被上级弃用而沦为卖肉摊主,一天一具价值连城的恐龙头骨丢失,是一个浑身盔甲的金枪客所为,南方将军决定派007去接受夺回恐龙头骨的任务,七功夫功夫三弟,是由哥伦比亚影业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 中国大陆发行的一部喜剧动作类影片,该片由周星驰,霍兴,陈文强,曾景昌担任编剧,周星驰,黄胜一,袁华,云秋,梁小龙,陈国坤等主演,功夫三弟相较于2004版最大的不同,是周星驰导演在片中增加剪辑版,除此以外3D转制,视效升级,画质修复也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感受, 影片讲述了一个街头混混变成一代武术家,一个本性善良的黑帮流氓改邪归正的故事,《八十神十神》是新辉海外有限公司出品的喜剧动作片,由周星驰、李律池联合导演,周星驰、古德昭、曾景昌联合编剧,周星驰莫文为吴梦达主演,该影片于1996年12月21日在香港首映,该影片讲述了《十神》史蒂芬周明成立,就之后令他忽略了实物的味道,对富豪拍档出卖, 被徒弟唐牛击败,唐牛成为新十神史蒂芬周则沦落街头,但他得到蛊惑女伙计的帮助,重新振作并和伙计发明新品种食品赖尿牛丸,误打误撞闯入少林寺三十六房之一的厨房,学得一身爵士厨艺重夺十神之味,《九路顶记》《路顶记》是改编自金庸小说的一部武侠,喜剧,影片由王晶指导周星驰、吴梦达、温兆轮、林青霞里、嘉欣、 袁杰盈、邱淑珊、陈德荣等联合出演,影片讲述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年少奸臣敖拜从中控至政权,韦小宝有幸加入推翻清朝的民间组织天地会,被派到王宫当卧底,偷取藏有清朝秘密的四十二章经,韦小宝很快成为皇上的心腹做了大官,他既要执行任务却又跟皇帝成为了好朋友,陷入了两难的状态,盖片于1992年7月30日上映, 十少林足球电影少林足球《少林索克》是由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吴梦达、谢贤、黄一飞等联合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穷苦潦倒却,心怀功夫的人自创少林足球队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在2006年世界杯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足球队与科特迪瓦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前约半个小时场地,到大屏幕中播放了一段少林足球的电影片段,这部电影不论是从对香港电影 还是对,周星驰本人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香港电影票房自90年代起每况愈下以后,这部电影的票房显然达到了一个顶峰,创造了香港历史上最高的票房记录,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